台中市我們三美院 是一站的設站前期 有前國小學校長李孫良 在公佈節目裡面表示說 說這個站的案件 主要是因為這個台中市長 羅宇委員的內閣 已經在那裡去買土地 還要來為著你 要改變性質 現在這個羅宇委員 維特律師對李孫良 提出高手 前國小學校長李孫良 十九號在公佈節目裡面 說到 當然 這個拿下比萬站的百貝前期 將這頭對向台中市長羅宇委員 比萬站白衣 那個學校議長 其實羅家的人 也已經去買土地了 所以我以前說 羅家嗎 羅家 如家就是料家啦 李孫良基甦 羅宇委員將拿下比萬站百貝 在那外國人家的土地 附近還有學校一定的 市長羅宇委員的福家 也去買土地 不過不前都是聽說 並沒有提出骨鐵的禁骨 羅宇委員的委員就說 二十一號也得起 揮奉的憲述故事 損害了盧市長的名譽 所以以及盧市長先生 名譽也被損害到了 所以我們必須依法提告 我是合理懷疑 這裡真的可能沒有他們家的 名下的土地啦 但是不代表他們就沒有投資 我們就不知道了啦 這幾天跟南東公佈的交代 所為憲 雖然二十一號已經到了主行 拼圖的機遣 不過不前當機骨都還在拼圖當中 江南表示雖然快要在刮工 不過還是拼不完 但那次都花給我表示 雖然二十四號要求七天以來來拼了 不前拼圖的進度已經到達八尺 不過進度還是趕不合 左側部分的違建已經拆除 右側部分違建 目前正在拆除中 預計今天可以拆除完畢 台南市都花給我表示 由於維建外國公園 有公共安全的移路 已經要求加快速度 不過不再後兩次還沒完成 市府前的依法來拜登拼圖 記者台中中下報道